当地时间5月20日,乌克兰喜剧演员泽连斯基,正式就职新一任总统。 泽连斯基曾经在电视剧《人民公仆》中,饰演历史教师,因意外走红竞选总统。 现在成为了现实中的总统,泽连斯基成了一个从CCTV8到CCTV1的人物。 他在议会就职讲话中,再度提及这份职业。 在生活中,我一直尽力让乌克兰人发笑。 今后5年,我将付出一切,不让乌克兰人哭泣。 新冠上任三把火,别看没有任何从政经验。 泽连斯基上任后,立刻来了三把火,每个都是回应了选民关心的话题。 第一把,顿巴斯停火。 泽连斯基把这作为首要任务。 泽连斯基在最高拉达发表讲话时说,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顿巴斯停火。 他说,历史是不公平的。 不是我们开始的这场战争。 但需要由我们来终止。 我们也愿意对话。 但我相信,要开始对话。 第一故事让所有乌克兰俘虏回国。 他说,我不怕失去自己的人气,民意支援率。 如果需要,我失去职位也毫不犹豫,只要和平能够降临。 泽连斯基说,下一个挑战,是基辅恢复对克里米亚和顿巴斯的控制。 国际问题专家,中国政法大学欧洲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小伟介绍说, 克里米亚已经成为既定事实。 短期无法改变克里米亚入俄的现实。 目前,顿巴斯停火比较容易实现。 泽连斯基提出了停火条件,是俄罗斯释放乌克兰俘虏。 这样的条件也是俄罗斯容易接受的。 因此,顿巴斯停火,已经显出了积极迹象。 第二把,反腐败。 在前苏联时期,乌克兰是发展情况较好的加盟共和国。 但是乌克兰独立三十年来,由于领导人呼东呼西的政策和腐败问题, 乌克兰沦为了欧洲最贫穷的国家。 百姓对于老政客和腐败问题深恶痛绝。 就职后,乌克兰国家安全预信局长赫里查克与乌克兰国防部长波尔托拉克, 却纷纷宣布辞职,也可能是反腐败过程中的具体措施。 王小伟认为,实施反腐败,可以重建政府的公信力, 削弱竞争对手的实力,同时这也符合选民的需求。 第三把,解散议会。 尽管顺利就任,但是泽连斯基面临的窘境是, 他在议会中占据席位为零,泽连斯基领导的人民公仆党建立不久, 在本届议会没有席位。 因此,就职当天,泽连斯基就解散议会。 新一届议会选举并于10月27日举行, 本届议会11月27日结束任期。 这意味着,不足一个月后, 即使无法组成新的多数联盟, 新总统同样无法解散议会。 民意调查显示, 高人气可能使这一政党在10月选举中赢得一席, 却不足以占据多数席位, 需要联合其他政党组阁。 泽连斯基先前说, 不排除就任后解散议会, 提前举行选举的可能性。 路透社报道, 提前选举可能有利于人民公仆党, 获得更多选票。 在组阁谈判中, 有更大主导权。 权在空中的俄乌关系。 俄罗斯与乌克兰是邻国。 两国渊源颇深。 最近克里米亚问题, 又让两国关系降至冰点。 有60多位外国代表, 出席了乌克兰总统就职典礼。 俄罗斯新闻秘书佩斯耶夫, 此前曾表示, 俄罗斯方面没有收到泽连斯基的邀请, 不会参加其就职典礼。 事实上, 俄罗斯总统普京, 在泽连斯基当选总统就没有表示祝贺。 这样的情形, 也让人们对未来俄乌关系产生了很多猜想。 有俄媒报道称, 俄罗斯总统普京, 并未予以祝贺。 至于人由, 克里姆林宫给出了答案。 据今日俄罗斯报道, 赫里姆林宫人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, 直至乌克兰总统成功解决其国内东部的冲突, 结束顿巴斯战争, 并修复与俄罗斯的关系。 普京才会正式问候泽连斯基, 否则祝贺将毫无意义。 与此同时, 佩斯科夫认为, 在顿巴斯的问题上, 可能有所突破。 这是乌克兰国内的问题。 其总统必须基于明斯克协议解决该问题。 普京与乌克兰前总统波罗申科。